就是我们云端这个部分 就是设计表单 那我上礼拜有特别强调 新增里面有一个新增表单 当然啊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除了新增表单之外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云端硬碟上面的相关 顾名是云端硬碟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服务 除了Google表单之外 那未来的话我是建议的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既然跟云端有关 所以之后如果你们要缴交作业的话 请各位务必尽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要交有关Word相关的文件档的话 那你就不要用Word了 你就用什么 用Google文件 因为Google文件呢 有点类似Word的功能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Excel的话 我是建议的 你就不要Excel 你就用Google试算表 那如果你要交PPT的话 那你就不要用那个PPT 你就用Google简报 所以你会发现 云端硬碟上面就有很多非常多的服务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 那另外除了说有这些功能之外 其他像什么呢 像我分享给各位的这个 有没有发现 GC.GC Cloud to App 这上面东西 为什么我可以把档案分享给你 那当然呢 未来你们有类似的需求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有些档案分享给别人的时候 那我应该怎么做 OK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会用云端硬碟的话 这件事就非常的简单 首先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先建一个资料夹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不是有新增资料夹 然后再把一些相关的档案放上去 所以我是在我的一个课程专区里面增加一个资料夹 你看按右键这边不是有新资料夹 那名称叫做云端应用于App设计 然后呢在这里面增加了几个资料夹 然后把档案放上去 那最后的话我要怎么给别人可以连得到呢 其实也是一样 你们可以找到在这个资料夹的上方 会有一个箭头 你可以把它点击 那其实主要这边就有个说的共用 也就是说 如果将来你希望把档案分享给别人的时候 其实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哪怕是照片 哪怕是影片 任何东西 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进行共用 所以特别主要这个方法很简单 而且很好用 那另外的话 共用里面有哪一些可能要知道的点 第一个的话共用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让预设的话是别人不知道 那如果要让别人知道的话 第一个哦 你要做变更 有没有发现 取得连结这边有变更 所以将来哦 如果你们要缴交作业的时候 记得你要变更一下权限 然后呢 并且分享给我 那怎么分享 变更一下 把这个地方改成 原来是限制 有没有 把它改成什么 知道连结的使用者 这样子的话呢 别人就可以连得进来 那你想说 那他怎么连得进来 你有没有发现 上面不是有连结网址吗 有没有 那不是复制吗 就是这个网址 那问题来了 这个网址 你想说 老师你刚刚那个网址很短耶 gg1.gg cloud 那为什么这一串这么长呢 一样的道理 因为这个网址太长了 所以我其实做了一件事情 到那个gg.gg的服务里面 把它缩短而已 我不知道这个学校有没有把它解封了 如果没有 你们用pt 这个学校好像把它挡掉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PPT吗 PPT转 或者你们可以再找一下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 分享 缩短网址 你可以找一下那个缩短网址 这个 这个服务 然后找一下那个ptt的那个 我把这个改一下 缩短网址 这里 我记得好像我上一个礼拜用的 那个ok 从p 哪一个ptt吧 蛮多的 那你们可以找一下 其中一个 这个第一个是出现这个 我看 那一样缩短网址 那你就把什么 把这个网址 复制一下 再到这边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然后按缩 缩纸 ok 然后呢 它就直接帮你把它 网址缩短 那其实就变成这一串 另外的话 它其实还有qrcode 就这一个 所以你把这个网址告诉别人 然后呢 并且可以去下载它的qrcode 然后呢 放在别人可以照相的地方 这样子就完成 缩短网址很多 那你想说 老师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 gg.gg 有个好处 gg.gg有个优点就是说 像这个 这个缩短网址 它这个网址 后面这个网址都是乱数产生的 而且好像有大写跟小写 还是不方便 那那个gc.gg有个优点 就是它可以制定 我觉得这一点 是所有说到网址里面 我觉得最优的 所以我会取一个名称 很好记 像早上的那个课 就是Excel to VBA 那下午的课 就是Cloud to App 这样不是很好记吗 我自己都好记了 对 但是 它这个说到网址就没有了 所以说到网址部分的话 那请各位 自己在那边找 你觉得合适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免费的 它没有付你 没有收你任何费用 所以你怎么许舍 有的时候其实还是取决在你自己 但它有个缺点 因为它没有收钱 所以你也不知道 哪一天它存在不能用 那你也就没责了 所以当然是希望说它永远在 可是目前我具体的 也有蛮久了 目前好像还OK 所以希望它不要哪一天 突然消失 或者封锁了 那之前在台师大的时候 上课也是被封锁了 不过后来我是有跟 计算中心的人讲 说不要把我封锁 因为我也用到 不然它就帮我把封锁拿掉 不许这个我到时候再问一下 那个我们这边的记忠 看看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不然的话也是挺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封锁 这个收藏网址 是不是有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个可能要再问问看 OK所以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就是说除了说可以这个我们的什么 表单之外 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呢 可以从新增里面找到新增资料夹 或者新增表单 然后尤其是新增资料夹这部分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也许呢 你们等一下可以练习就是说 就是自己增加一个资料夹 然后跟你旁边的同学分享一下 然后请他怎么样 看看能不能连得到 如果连得OK了 第一步就完成了 另外的话 这个共用部分呢 其他还有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的 你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如果预设的话是检视 那什么叫检视 就是只能看不能改 但是如果你要改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编辑者 什么叫编辑者 就是你开一个资料夹 那比如说呢 你们都有拍照片 比如说一起出去玩 你有拍照我有拍照 那我开一个之后 如果对方也可以是编辑者的话 那他可以怎么样 他也可以把他的照片传到你的资料夹 OK 然后呢 他也可以删除里面的照片 也就是说他可以修改的意思 OK 这样子不是可以双向的 那检视者就只能看不能改 所以哦 这个权限是可以变动的 那就大大的方便了 我觉得其实 以前要做到这一点 像我以前是要自己架设 架设网站 自己架一个机器 架一个主机 但是现在都不用 而且不用花任何费用 这一点我觉得导致云端非常便利的地方 另外的话呢 稳定一些很高 我也不用担心骇客 然后也不用担心停电 像停电的话 这个还连得到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主机 应该在美国 爱达沙漠地下 而且哦 它这个主机的数量 可能超过一千万台 主机哦 OK 比人还多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个云端的部分 画面先滑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OK 所以今天的话 简单了解一下 有关那个 那我这边的话是用的是 那个Google的云端 所以理论上 大家应该都有Google账号吧 那之前有同学是用那个Apple的 不过Apple其实也差不多了 反正概念都一样 也就是Google里面有的 我想Apple应该也会有 只是说Apple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跟Google的比 好像还 这个云端上面 似乎那个 用的好像 我自己比较顺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部分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 再来看那个后面的部分